大家好我是修芬妮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部影片我們要來講解關於傭兵的武器以及裝備 這部影片我們就是來講關於傭兵的裝備 首先大家可以知道我們這個遊戲的裝備是分成有型以及無型的 那無型的就是無法修復,有型的話就是可以修理 那無型的防具呢他的防禦呢會是有型的1.5倍啊 那這個武器也是一樣啊 那為什麼傭兵要使用無型的裝備呢 很簡單因為他這個遊戲的傭兵啊裝備是不會壞掉的 所以他不會壞掉的情況下我們當然是要給他無型的裝備啊 才可以防禦更高嘛因為也不用修理啊反正他也不會扣耐久度嘛 所以無型的給傭兵穿他也穿不壞啊穿不壞啊 所以呢傭兵當然是要使用這個無型的裝備啊 好的那有型無型分的清楚啊那再來呢 給各位看一下傭兵的武器啊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拿最常使用的這個長兵斧類來做介紹好了 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哇無薩薩非常多的名字對不對 有時候你們在掉東西掉在地上的時候你們會看不懂 哇一下又這個一下又這個都不知道要剪哪一個啊對不對 那這部影片看完你就懂啊你就懂啊 首先呢我們看到長兵斧這是我們的傭兵很常使用到的這個 香材啊什麼叫香材呢香材就是我們拿來組這個符文的符文組的這個材料就叫香材 好的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這個遊戲呢他同一個種類的東西喔 他會分成三個等級比如說像這一把好了 那他的會分成三個等級第一個是普通等級的叫做月牙砍刀 再來是這個中間等級的叫鉤斧 那精英級的叫做巨魔斧 那他的傷害呢也會隨著他的級別呢 越來越高 那特別注意喔他的需求也會越來越高 不管是需求等級啦還是需求力量啊 敏捷啦都會越來越高 那如果你們的傭兵的等級喔還不夠高的時候當然他的力量也不會到很高 所以如果你們的傭兵等級還很低的話 喔 就可能要 等級還很低就要使用符文組的話 比如說你想先煮一把眼光給他用啊 讓你回增加你的回魔的話 你就可以先使用這個比較低階的啊 去做符文組 那等傭兵的等級起來了 力量變高了 我們再來去做這個更換 都是ok的 好的 那我們來介紹這個藏兵斧啊 藏兵斧他是這個傭兵最常使用的武器啊 也是現在很多這個無形的這個香彩非常的貴喔 那到底藏兵斧要選哪一把呢 首先目前跟大家介紹最熱門的 就是我們的斬連啊 他的斬連呢 他的傷害12到141喔 那為什麼你們說 為什麼要選斬連呢 不是大家都拿巨神嗎 不是都拿絕密斧嗎 傷害不是比較高嗎 為什麼要拿斬連 他可以特別注意喔 斬連他的攻擊速度是負死喔 負死是最快的 斬連以及這個巨型斬連喔 他們的攻擊速度都是負死喔 對啊 他們的攻擊速度是非常快的喔 所以呢 像我啦 像我現在 我看到絕密斧跟巨神藏兵斧 我是都不減啦 那如果你們 想要用的話 想要用看看的話 你們也可以減起來 所以呢 簡單來說 掉在地上的東西 會顯示灰色的嘛 對不對 如果他是無形的 或是他有洞的 就會顯示灰色的 灰色的字 當你看到地上出現灰色字的時候 有出現斬連 或是這個 巨型斬連 甚至是絕密斧 或是巨神藏兵斧 你都可以撿起來看一下 看他是不是無形的 好 那這邊呢 都有寫到他的最大動數 佔連他的最大動數是武動 這邊都有寫 這個網站都有寫 這個網站還不錯 大家可以 我會把網址貼在這個介紹 大家可以來看 特別注意這個最大動數喔 如果你是拿巨魔斧的話 他的最大動數只有3而已喔 你如果要煮眼光的話 就不能煮 他不會出現失動 好的 所以呢 大家特別注意喔 那 再來呢 會講到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東西 叫做 你們是不是常常會達到一些 例如 特等的 特等的是什麼 特等就是他有額外在增加屬性的 像比如說你達到一個 特等的斬連 灰色的撿起來 他有一個增強傷害對不對 增強傷害 的部分 最高是15% 就是說他會再增強你這個武器的傷害 再往上增強上去喔 最高是15% 那你做出來的符文組呢 傷害就會更高 所以呢 現在像 像現在 試動的這個 無形斬連喔 如果他又是特等的 有增強傷害的話 哇 超級貴喔 或是巨型斬連 因為他是 傭兵的這個 香彩 非常好用 非常貴喔 你們可以去查一下 甚至可以賣到 已經賣到台幣的價格 甚至比一些暗金裝備都還來的值錢喔 好 這邊的部分大家可以看一下喔 所以呢 如果你們看到地上出現像 斬連阿 或是巨型斬連阿 都可以撿起來 那如果你是看到是白色字的話 白色字的話呢 也可以撿起來 也可以看一下 因為白色字就是 就一定不是無形的 如果他是無形 或是這個有洞人 就一定是灰色字 那白色字的話 你們如果 講說 阿不然我先用有型 無形人太難打了 我先用有型的話 白色字的你們也可以撿起來 拿去洗洞 洗看看 看是幾個洞 如果是4個洞的話 你們也可以用 那 再我們講到什麼是洗洞 洗洞 就是我們利用這個方塊的公式 去將這把武器隨機打洞 那特別注意喔 名字前面有特等的 只要名字前面有特等的 沒有辦法洗洞 他只能拿去 第五張的這個 打動任務打洞 而且他打出來的是 最大動作 記得喔 名字前面有特等的啦 什麼的 劈啪啦的啦 那個都不能使用方塊洗洞 他只能拿去 第五張的任務 打洞任務 打洞 那他打洞任務呢 洞出是固定的 是依照你的物品等級 去做這個 打出這個最大洞出的 他不是隨機洞出 那用方塊 洗出來的洞呢 就是隨機洞出 再來呢 如果這件 這把閃連 他本身已經有洞了 本身已經有一個洞啦 對不對 你也不能使用方塊 再去把他的洞洗掉 那 什麼樣的 到底什麼樣東西 才可以去洗洞呢 比如 我今天打了一把 白色的閃連 好的 他的名字前面沒有特等 就是閃連而已 白色的 然後沒有洞 那我就可以把他 丟進去方塊 洗洞 洗看看 搞不好他四個洞 那四個洞 我就可以拿來給我的用兵 煮眼光啊 對不對 甚至他是五行的 也可以喔 五行的也可以洗洞 五行只要他本身沒洞 然後他也沒有什麼特等的 就可以洗洞 那如何洗洞呢 好 大家可以看到 那到底要如何洗洞呢 如果是 盔甲的話 就是7號加10號加完美黃寶 他就會產生這個隨機 動速的這個盔甲 那武器的部分呢 就是8號跟11號 阿姆跟完美之寶石 就可以產生隨機動速的這個盔甲 然後頭盔跟盾牌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洗洞的攻勢喔 好的 那再來呢 我們 觀眾常常問到 那用兵到底要拿什麼樣的符文組 才會比較好呢 那這邊呢 我會推薦給大家一些 比較常用的 像我們這個 我們的靈光 靈光呢 就是這個 當你的人物 會常常出現缺魔的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這把靈光 那靈光呢 他會賦予 這個黃色就是變動數值 變動數值 就是你的符文組組出來呢 他的這個 這幾樣數值是變動 比如說12到17的冥想靈氣阿 對不對 他有可能12到17 你有可能洗到13的 有可能出現14的 17是最頂的 就跟你鑑定裝備一樣 那這個冥想靈氣呢 就是這個回魔靈氣阿 回魔靈氣 他可以讓你回魔變超級快 超級快 所以如果你有缺魔的話 就可以組這把 試動的 用試動的香彩下去做的靈光 這把我蠻推薦的 法師應該都是拿這一把 那 再來呢 是 這個 尊崇 尊崇的傷害就會來的比 剛剛那把靈光還要高 但是呢 他就沒有剛剛那個回魔靈氣阿 但是如果你不缺魔的話 那拿尊崇的話 其實還不錯 因為他們這兩把符文組 這個 符文其實都蠻簡單的 最高 這個最高到19號 尊崇比較 比較高一點點 靈光就沒這麼高 好的 那 順帶一提啦 如果 像我剛剛的這個靈光嘛 對不對 如果你洗出來是12的冥想靈氣 你就會覺得 哇 12 好爛阿 我就想要17咧 我就想要17 那怎麼辦咧 對不對 這時候呢 我們把這把靈光 丟到方塊裡面 再搭配一個 灰塵卷軸 以及一個15號孩兒 然後按方塊 合成就可以把 這把靈光上面的四個符文 通通洗掉 通通洗掉 他就會把一把 你原本四洞的香材還給你 那你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再把這四顆符文 再依序給他丟進去 他就會重新再出現一次的 樹脂 你就可以重新洗這個樹脂 反正他這個符文 也都是一些低級符文嘛 就可以洗比較高的 洗到你想要的 如果真的你們這麼 對那個裝備這麼那個的話 對啊 就可以這樣洗 不要想說 啊 十二的 直接把他丟掉啦 不行啦 直接把他洗掉 我們再重組就可以了 好的 那在這個部分 我們講到盔甲的部分 那盔甲跟武器也是一樣 當然是五行的最好 因為你要給傭兵穿的就是 五行的最好 那這邊大家要特別注意 反正你們要特別注意 你們傭兵的力量夠不夠穿 夠不夠穿 像你們如果撿到一些 好像 林凱熊甲 正常現在都是撿精英級的啦 精英級的防禦一定會最高 那現在最貴的就是這個 試動的這個 剛毅的香彩 試動 那盔甲的部分呢 注意這個神聖戰甲 他的需求要232 這個非常高 這個你們傭兵可能 也沒辦法穿 因為像我的傭兵現在 94等 戴了安達烈的面貌 安達烈的面貌 加27力量 他的力量才來到了 230 才來到230 才有辦法穿 這麼高等的傭兵 才有辦法穿 所以如果你們要使用神聖戰甲 要特別注意你們的 傭兵的力量 還有這個暗影鎧甲 這個力量都特別高 那這個 欺負鎧甲其實就還可以 這些都還不錯 那 你們會說 那到底 什麼樣比較好 什麼樣的衣服比較好 要選哪幾件呢 主要第一個就是看需求 再來是看你要組什麼 看你要組什麼 例如 我舉個例好了 例如你要組剛毅 剛毅就是給傭兵穿的 那傭兵的力量呢 會比較高 那當然我們就是選 防禦越高的越好 防禦越高的越好 那如果像你要組這個榮耀之戀 要給法師穿的 我們自己要穿的 那我是法師 我自己要穿榮耀之戀 那我當然 我的力量最高點到多少而已 156 因為我要 我是拿精神銅盾 精神銅盾要156 所以我法師力量最高 最高就是156 那我不可能去做一件 200的 我要再浪費50幾點的力量 去穿這件衣服 所以呢 這時候呢 像我們要組龍耀之戀呢 我們就會使用這個 通育者開甲 我們就會使用通育者開甲 所以呢 傭兵衣服的香彩部分 主要還是看他的防禦 那 無形的是最好 那調出來 比如說調出來 是特等的 通育者開甲 之類的 撿起來看 撿起來看 欸 他會有一個增強防禦的屬性 跟武器一樣 武器是增強攻擊 那 防禦的話 就是增強防禦 最高也是15% 他會加進去這個 開甲的防禦 裡面 所以 就會變得更貴 如果是無形的 然後又是增強防禦的 那動數呢 又是 你剛剛好要的 那你就可以拿來給用兵 像鋼衣的話 就要4動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鋼衣 這個我就是用無形的7甲 無形的7甲 自動的 要去做的 記得我那時候 那件無形的7甲防禦 大概是落在800左右 800左右 做出來就變2400多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像我的武器呢 我就是使用這個 斬連 因為我有裝這個物品輔助啦 所以他會變瑞麗之服 舊版叫瑞麗之服 新版叫做斬連 那我現在是用有形的 因為我還沒有達到無形 如果我達到無形的話 他的傷害會變得更高 這樣子 我就想說先用 先用 那頭盔的部分呢 我是使用安達利爾的面貌 如果你們沒有的話 可以先找一些吸血頭盔啊 像吸血鬼靈式啦 或是塔拉下頭盔啦 都可以 那衣服如果你們還沒有背信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們穿這個 看一下背信 背信要煽動的 煽動的衣服 當然就是像剛剛講的 無形的最好 那有人會問啊 為什麼 這個是加刺客技能的啊 為什麼要給 為什麼要給 傭兵穿呢 第一個 他有一個攻擊速度 增加 游兵就需要攻擊速度 他就會 原本是 穿上去就會 這樣子 變得很快 你知道嗎 再來呢 他有一個這個 影扇 這個以前叫 舊版叫做能量消解 那這個 有什麼效果呢 大家可以去 Google一下 打暗黑二 能量消解 有什麼效果 就會出現了 非常的好用 推薦給大家 因為我的傭兵在穿 鋼翼之前呢 我也是穿這件背信 那其他的部分 我是沒試過 那其實穿 鋼翼之後 你會發現你的傭兵 變得非常強 非常強 變大哥啊 變大哥 那在穿背信的時候 其實也還不錯 但是 遇到一些 比較強的怪 還是會死 那在 在那之前呢 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到這個 在換鋼翼之前 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到這個 內車回洋 這邊卡Bug 才能真正的 死你的傭兵 不會死啊 把傭兵帶進來 然後把他們關起來 他關在裡面呢 然後我們走到下面 然後下面之後呢 就等傭兵出現就可以了 就可以完成這個Bug 這個就是傭兵隱形Bug 你傭兵就會 怪不會主動去打他 怪不會主動打他 比較不會死 我在穿鋼翼之前 如果你傭兵還是出現 一直死的情況的話 我還是建議各位 去卡一下Bug 那 安達利爾的面貌呢 我是打一個洞 香拉爾 因為安達利爾的面貌 他本身會減火炕 如果你沒有香拉爾的話 用兵的火炕 會掉 不會滿 遇到像垂房客那種 九頭蛇那種 噴一下 就被燒死了 就直接融化了 好 以上這部影片 希望會對各位會有幫助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拜拜